爸爸媽媽你貪我啦 我當小女行啦 我們在一個月後 爸爸媽媽你貪我啦 爸爸在哪裡 哈囉 嗨 我們今天四個去小女行 哈哈 我們現在先去Cartone Shopping Center 下面的Food Court 先吃東西 你最想吃什麼 什麼都想吃 我暫時想吃海南雞和辣沙 海南雞飯 沒有骨 辣沙辣 辣沙辣 所以我們可以一次過吃完 天天海南雞 不是天天海南雞 它這個叫做 它的名字真的很沒誠意 叫做 美味無骨海南雞 我會想的名字 是他會想的名字 到了 是一個很本地的購物中心 給我的團友們 耶 它門後就是一個巴士站 所以應該很多地方都可以乘巴士來得到 同場加營 它基本上所有天橋都會中了一些栗杜鑽 Food Court 所以我們放一層 新加坡人果然都是喜歡吃的 整個商場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個Food Court 超級多人 第一站就吃這間加東釀豆腐 因為它可以滿足到我們兩個願望 就是吃釀豆腐和喇沙聽聞都不錯 我們原先以為喇沙釀豆腐已經設定好它的配料 但原來不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夾了 但大家看到這條影片就有複料 我們可以教你怎樣 暢順地點到這個喇沙釀豆腐 首先拿個碗和夾 就像車仔麵一樣 不過是自助版自己夾自己喜歡的配料 它那裡就寫著要最少夾7個項目而面 或者飯也是一個項目的 所以簡單來說 你就可以選擇6款釀豆腐 再加1個麵 那就是4.9 但因為我們喜歡喇沙湯 那就加到7毫子 換句話來說 一個最便宜的釀沙釀豆腐 有6個配料的話 那就是5.6 最後我們選了12個配料 2個麵底 2個喇沙湯 選好就放下給叔叔煮 然後走開一會回來 折一點醬就可以吃了 我們最後用了11個2 我們買了第二間雞飯 雞飯現在超美 它換了店面 裝修完之後 跟照片完全不同 乾淨了很多 我們先去下訂 就在整個電話廳 寫著 訂單 新加坡的雞飯 會有分 Rosted 和Steam 我們點了割1 6.7 一份 所以就13.4 6.7 就是餐的價錢 包了飯 湯 和一盤醃菜 吃東西了 不客氣了 我們兩張分享一點 雞肉 大家自己夾 拿沙 拿沙 拿沙湯麵 可以選擇果條 或油麵 我們選擇了割1 而且本身那碗拿沙 也會有少許豆腐和豆皮 在裡面 雞飯餐 基本上把兩個餐的醃菜和湯 都放在一起 而雞的話 其實醬汁是一樣的 但是蒸雞和燒雞的分別 就只剩一塊皮 其實吃起來不同 笑死 它的菜完全沒有切過完整 補充纖維 OK的 雞飯的食評就是 雞是挺滑的 醬汁也好吃 如果喜歡嫩滑一點的話 也是蒸雞會適合喉味 燒雞就會稍微乾一點 價錢當然比爆紅 天天海南雞便宜很多 雞的味道也是相差無幾 唯獨是油飯 我覺得沒有天天海南雞那麼好吃 整個餐廳都很焗熱 所以吃完之後都忍不住 叫一杯凍奶茶 吃完就走了 喇沙的食評 一邊走一邊說 吃完東西了 我們現在就去East Coast Park 怎樣? 對剛才那餐滿意嗎? 滿意 辣椒好吃 豆腐超好吃 豆腐超好吃 對 咦咦咚 這裡的豆腐和香菜有點不同 香港的是很鬆散的 不斷炒一下或煮一下就會爛了 但是這裡的豆腐是 咦咚咚的 咦咚的 跨越這個高速公路之後 就可以去到East Coast Park 由Katong去到East Coast Park 大概要走15至20分鐘左右 其實路都幾好走的 所以天理好的話 我推薦大家吃完東西可以去坐一下 走一下 哎呀 這裡還是熱門的踩單車地點 好像我們上次在Marina Bay那裡租單車 如果有看我們的Vlog 其實是可以一直踩過來 然後在這邊還車 在這裡野餐應該挺爽的 原來是有帶野餐墊的 哈哈哈哈 這裡是其中一個在新加坡可以露營的地點 不過就要事先上網去申請 但是在新加坡露營呢 聽說是不能夠生火的 好耶 陰涼 但是風也是熱的 很可怕 第一次開的 野餐墊 對呀第一次開了 看到這個 我覺得它很有法式的風情 這裡是有海風 但是海風是熱的 好像暖風機 大家跟我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還有拍了一些昂鳩片 但是OK呀 最近要什麼 溫馨 什麼 你喜歡的動物 我喜歡的動物 我近時的什麼 小小 頂頂 天氣實在太熱了 現在決定找一間酒吧 好多間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 決定去這間 Saint Mark Bakery & Bar 它剛剛可以對著 外面這個草地 好像不錯 而且沒有海邊的酒吧 那麼多人 我們看看能不能進去 有沒有位置 是成功的 如果不是同寵物的話 就建議進入室內 因為室外是完全沒有風扇的 所以應該挺熱的 這裡是Scan to Order的 我們看看有什麼吃 唯一叫的食物是 Truffle Fries 價值14.8 超級大豆 Long Island 為爸爸媽媽 叫了一杯Singapore Sling 是幾十年前 在Raffles Hotel 一個海南直的Bartender 調製而成的 它的味道就是 有《酒星版》的雜果奔志 媽媽的Classic Mojito 好 終於集齊四杯了 這間店鋪 出夜飲都出得幾萬 可能只有一個Bartender 那是時候開動啦 夜飲不過不失 不過薯條是好吃的 又脆又香 甜方面都合理 我們吃完 最主要都是兩下冷氣 那就早點結帳 但又不是今晚到我要煮食給家人吃 首次下廚 完 喜歡就like、subscribe和comment啦 按鐘仔